外面的气温仅有两度左右 而对布拉格这些跳入福尔塔巴河进行东勇比赛的人们来说 这个气温可以说正合适 有三项基本比赛可供选择 这包括有125名强壮选手参加的国王项目 参赛者要在26分钟内游玩750米的距离 选手也可以参加100米到300米比赛 这些项目没有时间限制 东勇比赛是为了纪念20世纪20年代一位名叫阿尔弗莱德·尼科德姆的金匠 他以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闻名 他通过各种寒冷的历练强化身体 这名金匠和几位追随者从1923年开始东勇 星期二这一天将近400名来自全球各地的15岁到80岁的东勇选手在这里参加比赛 冷水特别让人享受 冬天它有让人抵抗流感和重感冒的作用 杰克姑娘兰卡·斯德尔·伯瓦 2010年16岁的时候成为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最年轻的杰克选手 她这次不到9分钟就游完了全城 开始游得很快 后来掌握了节奏 更得心应手了 顺利到达终点 东勇比赛于12月26日举行 这一天是纪念首位基督教训道者的圣词地分节 如果你想知道它是怎么死的 它不是被冻死或淹死的 而是被石头砸死的 美国之音阿拉巴塞迪报道